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今天7月2日 这一幕确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了菲律宾卡拉巴松大区巴达院省的塔纳武安市 令全世界为之震惊 据国内媒体引员菲律宾ABSCBN电视台报道 菲律宾当地时间7月2日上午 菲律宾塔纳武安市戴纳安市长哈里里科雷威在市政府广场参加升旗仪式时遭到了枪杀 当时 哈里里被枪杀前的现场情况 被参加活动的市政府员工Jerry Weissmuller-Esmer拍摄了下来 因此 这一幕迅速经由互联网传遍了世界 这名市府新闻官当时已手机直播升起情况 他在移动镜头时 突然露到枪下 现场员工惊慌尖叫 场面陷入混乱 但他没有拍到枪击情况 他那武安市所在的巴达宴省 The Tangus证实 哈里里当场胸部重弹 最终在送医图中不致死亡 但未提供其他细节 当地警方表示 哈里里遭狙击手远距离枪击身亡 国家警察局长已经下令彻查此事 菲律宾媒体称 此案可能和毒品犯罪有所牵连 据了解 被枪杀的市长哈里里 曾在任商组织过毒贩游街 此举虽然受到了不少厌恶毒贩的民众的欢迎 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抨击 2016年5月 哈里里为响应总统当选人杜特尔特的扫毒口号 在地方兴典上穿插了毒贩游街的节目 他当时让11名毒贩绕小镇一圈 包括三名未成年人 他们身上贴有我是毒贩 不要学我的纸板 去年9月 哈里里又让大约200名戒毒成功的市民游街 一向其他民众证明有决心就可战胜毒瘾 这样的做法 让他同时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夸奖与批评 使其成为了一个争议性的政治人物 同时 他的名字也因此传遍菲律宾大街小巷 并被封为巴打印版杜特尔特